哈喽大家好,这是荒草 各位好,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 多少应该能看出来我家正在装修 最近我也是花了6000多块钱 购置了一台智能码头 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智能码头 都说用过一次智能码头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今天我要把我这个宝贵的第一次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的这个智能码头是吉波利的一款智能码头 当时也看了很多的这个一体式的智能码头 但是这种壁挂式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特别是它的外观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简约跟小巧 它的智能码头盖跟码头本身 两者结合在一起有一种非常强的一致性 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功能上也比较简单实用 像有针对女性的冲洗 还有标准的冲洗 当我第一次用这个喷头冲洗的时候 那个感觉真的是 冲洗结束之后呢 马桶会自动打开烘干功能 这个待遇那可真是比脸还高呀 当然这些你还可以通过附赠的遥控器来进行调节 包括喷水位置的调节 还有水压强弱的调节 同时呢你还可以调节水温 坐边器的温度 还有烘干的温度 这种功能 以至于我现在每天最想做的事情都是上厕所 这个马桶整体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你要说缺点吧 我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这个坐边器有点小 以至于你在小便的时候呢 你需要非常的精准 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尿到外边 好朋友们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